大家好 今天又是星期四 軍事行動 首先在這裏多謝各位 雖然我被人插到穩 但是我依然是立不倒 也都不需要擔心 我想講的是多謝各位的關心 還有近這幾天收到大量的電郵 WhatsApp 電話 每個人都很支持我們上週日的917立憲大會 不能忘記我們的主軸是什麼呢 是反港獨 反冷血 反藝學 撥亂反政格 走大耀廷 大家都很清楚聚焦這裏 當中裏面的小插曲 實際上不要擔心 我是一個可以說衝鋒陷阱 為大家先行去引路 在這場持久戰 反港獨是一個長期的鬥爭 因為港獨的那些潛伏分子 實際上是直根 在香港裏面 你不要小看它 已經是盤根甚深了 在這個教育 在這個法律 在這個傳媒 還有在這個社工裏面 這四個環節 這四骸當中 他們執著的很重要的崗位 所以大家一定擦亮眼睛 抓出這些港獨分子 我們認清了他們面孔適當的時候 予以去打擊的 痛擊他們 好不好 說回我們這個主軸 最重要的是 我是引路燈 我也是尖兵 前排兵 我們衝鋒陷陣 其他的一氣在後面一湧而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必定會有很多歷練 有很多陷阱給你踩 不過不會影響我們整體的戰鬥力和毅力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團結便是力量 我們是一心一意向前衝 還有要將這些友仔打到一旁一旁 但是在這個情況裏面 有人這樣說文革 又說是搞批鬥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實際上我們將這件事 認同是犯罪分子 因為他們這班人 還不承認他們自己搞港獨是犯罪的行為 實際上是叛國的 還在這裏夠膽說港獨是什麽一回事 是犯了什麽犯的 叛國 在港英年代的時候一樣有treason的 是不是呢 也有這個煽動 煽惑的罪名 這個所謂叫狀棍 對他有利的時候 他就會說很多東西 但是從來在港獨的事件裏面 他不是扮暗瘡 他就是三立其口 不出聲的意思 他知道因為他自己黨羽是那堆人 是不是呢 一般的大家說漢奸是哪些 那些usual suspect 你看到他的貓樣是怎麽樣的 所以我自己對這些人 現在是疾惡如仇 因為他們搞到我們香港 就是沒有一口好吃 現在我出來去撥煉反正 他反而說我是搞批鬥 實際上不是的 大佬 我們是將他成之於法 或者將這些人 戚渴他 我們剛才說 我說的就是疾惡如仇 我們要將他這些搞搞振的人 壓低他 過程裏面 必定會有各方面的互相批評 這個可以理解 難道我們為了姑息 而是要博一時 不是一時 已經長期以來 那種姑息養姦 我們要表面的所有要安寧 但實際上 人家吃了你這麽多個位 然後操縱你的大局 你這樣為之叫做愛國愛港嗎 我相信不是這一種是賣國賣港 失職 亦都不履行到自己 我作為議員來說 我宣誓是要 uphold the basic law 那 basic law 裏面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說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屬土一部份 那這一方面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思路是清晰的 有沒有東西限制我呢 當然有 是不是 舉頭三尺一定有神明 是不是 那我有三件事 從良心出發 做事一定要按照這個法律的常規 在這個法律的範疇裏面 做我最大的努力 而第三就是一定要支持這個基本法的落實 所以這些說話 這些也都不是口號 是基本上我的指南針 那我高興 我走出來 雖然那兩個幾小時裏面 雖然呢 我們的集會呢 就所有的事情都談論得很漂亮 間不中有一句換句 當然講得沒那麼聰明 但這個完全也都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我也都已經解釋過 也都不需要解釋 昨天 不需要再解釋 昨天我見無線 RTHK的新聞的時候 我也都是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如果有部份的訊息 令到有些人困擾 或者他有會錯意的話 這個純粹就是很不幸的 有些用詞方面來講 導致對他有困擾而已 但是原意方面來講 是很清楚 大家都是要反港獨 所以呢 若果造成對他們的困擾 這個是表示遺憾 但是我完全沒有任何事情 需要說要認錯 或者收回 我講的話 所以我的intention 我的企圖 和我的立場是清晰不過 無論是在Facebook之前講 和期間講 大會的時候怎樣講 和我現在怎樣講 我都是這樣講 所以整個集會是目標顯明 劉昌 和信達 其後有記者挑機那些 我也都解釋了 但是他喜歡在那段片裏面不斷地looplooploop 來謀取他的最大的 所謂叫做視頻上的 收視的效果 來把我的形象 去詆毀 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黃媒 他們是本身拿著那個重要的位置 但是幸好今時今日 已經是文字已開 我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 當然他會說 何君堯 你可以有些 我看到你有憤怒在裏面 你可以出鏡的時候 會柔猴一些 但是當你要憤怒的時候 你就要憤怒 我也不會掩飾 知我者 就會明白 我也不會說一些違心論的事情 當我要恨的時候 愛與恨是非常分明 我是不會有任何的假面具 所以 要好像 Jam 唱那首歌 是不是 還是要保持憤怒 還是真似高飛 那我告訴你 我也都是保持我的憤怒 憤怒的意思就是 侄惡如仇 對這些大是大非的事情 是很清楚地告訴你 不苟言笑 也沒有任何千差 但是其他的事情 在政治方面來說 那個合作性呢 是可以說compromise 有一個政治事實就是達成協議的一個藝術 這個當然是對的 但是如果談到大是大非 國家尊嚴的問題這些 是毫無這個疑鬥 那你怎麼可以在這個大問題上來講呢 中國的領土你怎麼可以分割出去呢 同樣 中國向來講 台灣是香港領土的部分 台灣的獨立 意味著就要戰爭 這些是很清楚的 完全毫無含糊 但是我們擺明 有些黃媒 有些立場 偏頗的傳媒 他根本是忽視這件事 因為他別有用心 也都是做了一些離間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已經的態度很明確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在今天就多謝 多謝很多朋友給我的支持 無論是建制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數 都給我很多的鼓勵 這件事可以說叫做蔡翁失馬 燕子非福 因為一個字 或者我搭單上去 實際上也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別人會將這件事 就是禮橫折曲 無限放大 來大興文字獄 所以當我們看歷史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了 原來以前歷史裏面有文字獄的一件事 你未去經歷 你是不會有一種身受其害的感覺 但是這次我也看到 當然也不會覺得有什麼會害得到我 傻子 我實際上來講 我對香港是任何 在這方面來講 是毫無疑鬥 為香港服務 這個是一定的 第二 看事 不是每個人都有同一樣的標準或者理解 這個可以絕對明白 因為我們生活在現實社會裏面 只要大的 原則性 是一樣的話 其他的看法不同 這個是可以理解 所以求同傳義 我們都能夠去大體 第三 就是在現在的那個工作來講 我稍後也都會有我的披折 會出 實際上很多事情做了 做到我已經不可開交 當然是上個星期到現在的 那個要應付那個 那個少少危機的問題 也都要讀很多辦法 也都要解話給人聽 但是稍後我會有一個披折 就告訴大家就是 不忘初心 我搞我這個運動 我這個立喊大會 計我8月21日 首先是發難 公開表明說要去隔走帶耀廷為我的使命 這個工作未完成 但是會繼續去聽進 繼續去推動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轉移到我的視線 也都沒有人可以轉移得到 大家雪亮的眼睛 你的眼球也都不會給那些 無謂的 那些小支節的東西 在做文字獄 來去把你們的那個注意力 來分散 所以由8月21日 我做這個公開呼籲 隔走帶耀廷 這個是繼續會做 而期間裏面 我的簽名會 80623名的簽名 是已經做到到位 然後第三的 我現在 就是要做這個 這個立喊大會 也有超過4000多名的市民出席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跟著再出一封信 現在我呼籲大家 繼續會出一封信 就是說 就住帶耀廷 他自己本身 剛剛在20號那天 他過堂 他那場刑事案件 將會是明年1月左右開庭 一個負責任的機構 尤其是公營機構 他的僱員如果是有一個刑事的案件 在進行當中 要求他停薪留職 或者停職 停職 停職 應該說停職 留身 給他不怕了 給他帶著錢 停職留身的話 這個做法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所談及的事情 會影響到整個機構的聲譽 和周邊影響到其他人的利益的問題 所以一般謹慎做法 就是會停職 留身 暫且脫離他工作的崗位 我們放出四海階准的 我們見紀律部隊 是不是 在有些公司裡面的公司文化 我們會見到在商業裡面有 在官場裡面有 在紀律部隊裡面也都有 所以現在要求就是鑑於戴耀廷先生 他一直以來的那個角色 和他的教書的職位是不符合 而第二他也是公開要求 說要去承擔責任 現在他還未承擔 是言而無信 第三是因為他的言論 而導致狼鐺入獄的青年們是不少 也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而第四他也有案在身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應該都要全力以赴 為自己的那個訴訟準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未必一定會集中得到精神來教書 所以也都是應該要 這是第四的理由 第五的理由就是 為了保障大學的那個 那個聲譽 和保障其他學生的利益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要停職流生 是應該要的 我也都會去這封信 與此同時就是因為 我的那個投訴 應該在進行當中 雖然大學還未確認說 接受這個投訴 但是我很希望 各位市民 去信給這個校務委員會 我剛才講了幾點 不用我教你了 或者是 你用你自己的 簡單的文筆 寫幾件事 就是希望他停職流生 有鑑於他自己本身 現時的那個刑事的案件 在進行當中 也都是會 對大學會有比憶 對學生會有比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校方應該果斷 去做這個臨時措施 至於他市房應該要隔離 那個投訴也都是 應該要秉公辦理 按法來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不忘初心 不要被人轉移視線 我也覺得很榮幸的 整班這樣的 這些飯統民 他們可以一湧而上 為了要平復和君堯 現在他要做什麼呢 不單止在文工方面 在文章方面來講 要攻擊我 而在武略方面來講 用一些恐嚇 用一些襲擊 恐襲 可以說用恐襲的手法 來干擾我 但是 我是不怕這些 我不會向惡勢力低頭 所以這個第二道辦府 也是叫他早頭 第三道辦府 我們千萬不要跌入 這個 反對派這些人 中他的計 他叫做反間計 不是反間計 叫做分離計 叫做分間計 他會將我們這一邊的建制陣營裡面的人 用很多的東西 用文章也好 一樣是文工 但是他不是工我 而是工其他人的心 希望他們 就會分離 疏離 但是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實際上 大家都會很明白 在這幾個原則點上面 支持基本法 是很清楚的 要怎麼落實 和怎麼出力支持 這只不過是 各有出的力度不同 和出的時間 也是有先後之分 正如說 我在這方面 反港獨 我願意一呼當關 衝前去 就算中槍也好 我也不會倒地 因為我有防彈衣 我也都踩地雷的時候 那些狗屎也不會滑倒我 因為我穿了厚厚的 我的軍鞋 所以那些地雷炸我不死 那些子彈也都會射我不入 但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出照明彈 將敵陣已經顯露無遺 給大家看 其他建制派和市民 也都看得擦清眼睛 擦亮眼睛 看得清楚前面的形勢 於是就將他們 一拼去打擊 予以痛擊 我們不要怕 為了救誰 救我們的年輕人 雖然我和大師 好像大師今天 都會說說他光明頂的說話 他都很 說 哇 何君堯你應該這樣說 會好些 那天的確是煽情些 那我不說煽情 怎麼會引到那些 那些煽雞出來呢 是不是 所以我一定要煽情 也要煽他們出來 所以 用我一個小小小小小的人物 可以引出他大大大大大大 大排的 這些煽雞出來 那大家就可以將他煲雞湯 燉雞 清蒸雞 什麼都好 總之予以打擊 所以我們繼續不忘初衷 繼續挺進 將這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認清楚他 這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好了 談到今天 馮敬恩的案件 又是那些usual suspect 就是在那裡 壓住那些糾品芝麻 但是沒有問題的 照樣大家覺得應該 夠還是不夠呢 那兩型方面來說 一樣可以照版而煮碗 這個可以理解的 有時候大石窄死蟹 令到那些官員 那些裁判官 他就會受 未見過大蛇柯尿 突然看到一條這樣的 那些人在那裡殺人 的確是受他的影響 但是不要緊的 始終是法律 一定會有他的公義在裏面 我們也有一個現存和健存的上訴機制 我相信 聽聽這個馮敬恩 你想想他三條罪背了 三條罪都high了 他自己承認的 每條要給240個小時的 那個服務令 那個觀眾判就是說 三項同期執行 就是本來是720小時 如果720小時都撿回生彩 根本應該要坐720天差不多 對不對 但是你720小時的那個服務令 你都不用這樣做 要同期執行就是240 一做一個小時就三里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覺得是不足夠 拼乘而論 就在這裏來講 應該大家可以做你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曾經做過 所以我曾經做過的事情 不需要我再重做 你們應該懂得怎樣做 好嗎 所以馮敬恩那件事 不需要灰燒 大家講道理 應該要做就要做 兩件事 今天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因為今天浪浪的 一早上我已經要去了珠海 就開會 就討論 有些電腦軟件的平台要開發 就和客人去開這個會 成果挺好的 然後趕著回來 回到香港就4點多5點鐘 然後跟著又在寫字樓道 立法會那裏工作 趕著有幾份文件出 也做了 反而我還沒有時間去處理 這個Statement 我就Dectate了 口述了那個內容 叫同事跟進 看看明天如果出得及就出了它 但是今天你看到我Facebook 我的軍事行動臉書裏面 差不多已經講了內容在這裏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多謝你的支持 你最重要是對自己有信心 還有你知道方向在哪裏 不要讓別人說兩句 就已經失失魂魂 跟著就頭彈彈轉 就開始打圈 不會 我是繼續會努力 繼續挺進 直到把戴耀廷拉下馬下為止 這個就是我的使命 希望你們給我的鼓勵 和和我一齊走出來 並肩作戰 我們一湧而上 多謝各位 現在看看我們的 我的軍事行動之後 因為現在已經是12點20分 那我就可以早點睡 Kristine Wong的荷德斯 竟然有擔當實賴香港之光支持你 Brenayne就是廢柴高的 高的 高的說什麼 高的說什麼 豬滅滋 我不知道什麼高的 Denise So 還說支持俄羅斯 Rosita Jones 說加油支持俄羅斯 Denny去說每一個國家 懲罰這個叛國賊 都是死刑的 那些年輕人和政棍 以為國家 香港嚴守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 便可以胡作非為 若情況轉壞 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有必要立法阻止 可能還是嚴刑進法 黃法官靠邊站 不會有社會服務令 還要中港和諧 還我中港和諧 明白的 Denny 當然了 你有時候說的說話 都好像我那樣 激激的 這些叫做性情中人 不要說什麼 當我是 我自己翻溫的時候 有些片 就是說 我說的時候激動一些 如果你給我再說 我就會有猶猴 一點點 所以昨天無線 阿士訪問 不是阿士 這個RTHK訪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得很輕鬆 因為經過幾天裏面的思考 在某些方面來說 已經不會被他挑機 或者什麼 但是anyway 就算你挑我機 我都是講真話 你不要以為這樣可以醜化到我 也不會醜化到 我本身就是 就算醜多我都是 溫柔地 憤怒 憤怒地 溫柔 什麼都好 總之我的立場 就很鮮明 所以 你們也好 看到我的表現 有時候做得沒有這麼漂亮 多謝你提點 我就會 一天去改善 正所謂叫做 日省 新三次 就會 越省了越漂亮 最後會省鏡 多謝各位 Subisupao 就說支持你 Justin Lau 說我們大家都是何君堯 哇 你們這些傢伙真是很臭 每個人都是何君堯 最近我看到你的說話這樣說 我心裏感覺到非常之開心 與之同時 請大家不要隨便用我的copyright 這個是我的logo 你們不要隨便用 否則可能會犯上版權法 說笑而已 多謝你們支持 每個人都是何君堯 OK 我 license you to use my name 何君堯 多謝 Samantha Jones也加入了 Raymond Yan說 馮敬恩的判決 令人感覺到失望 對港府失望 這個不關港府事 雖然香港政府包含三方面 一個是行政 一個是立法 一個是司法 這個是司法方面來說 一個最基層方面的判決 開心不開心都好 這個是在制度裏面時候發生 但是我們有一個完善的上訴機制 所以有時候初步的 打官司不是贏就輸 總是有一個方面開心不開心 對不對 上次那三個雙學三子 最初拿到那個社會服務令的時候 他們一樣很開心 還很招職 就說我們 他仍然不認錯 不過就OK啦 照樣接受 因為不用錯 就撿回身材 但是在按照那個時間 上訴時間和程序下 律政司作出這個上訴 重新檢視 複核的判刑 量刑 最後也要坐六七八個月監 所以有言在先 如果有任何人要提出要上訴 在有效時間內做 在有效時間內做 但是也要排期 搞得來 就要2018年年 現在是九月 半年後 最快半年 如果不是九個月 就會2018年的六月左右會聽 到時候會不會跟上訴庭 那三位法官的看法 這個極有可能的 但是不好意思 我暫時現在評論這裡 就是沒有時間看那個有關的判詞 講關於那個量刑方面的基準 但是聽到電視台報告的時候 那個官員也有時候挺過癮的 他說 情節這方面來講 他這樣做這樣做應該都可以很嚴重 不過本席也都認為 他應該沒有這樣的惡劣的心情 這樣的意圖 所以我又會這樣 覺得可以輕一點判他 所以那個前後有時候會說很嚴重 但是最後又覺得不是嚴重 所以量刑那一道來講 又要這麼輕鬆 那些事情都很飄忽 一定要看了那個量刑之後 才可以拿捏得準確 但是從客觀的事情 從客觀的那個事態 我們看到如果以服務令 在這個情況來講 都是偏向於和輕 尤其是不要說什麼 三條罪合起來 都是240個小時 你要同期執行這個 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你分開時間來做 你都是720個小時 和一般說 我們刑事裡面說 這條罪是兩年 那個一年 跟著那個三年 你可以同期執行 就會好像 不用給他蹲蹲蹲這麼久 要不然就三、二、一 加上就要坐六年 分期執行 跟同期執行 是有不同的 坐牢 如果是同期執行 都是有一種叫做仁慈之心 有時候可能因為什麼情況裏面 求情做得好 就會讓他可以同期執行 但是如果是服務令 既然他錯錯了 如果是公交官 兼且是三條罪 都入了 你還要同期執行 社會服務令 即是你剝奪了社會 是得到他的服務 來救贖 或者自己 來服務社會 作用補償的機會 我覺得這樣 就過分輕坐丁 好 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是時候要關機 還有什麼 先說一下 周恩給我看 Pillow Loud就是支持你 美美我們都對何俄律師很有信心 Ernest Fenn就是支持你 Lucent Low就是加油 Cita Jones就是給雙眼有心的笑容 Samson Chan說 何俄律師有沒有報警 有 不好意思 你有問到這個問題 我報警也不是做任何什麼 很低調 那我就去了灣仔警署報警 就是 就針對 那位人兄 就 遇大 不是遇大相關 簡直是恐嚇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家人都很擔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 要 真的要 要 報警 秉公辦理 這些事情不可以開玩笑 其實我也看到 有別的朋友傳過來說 別的群組裡面 在我家人底 那些 我覺得這個就相當不對了 如果你是這樣做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不可以超越法律的界線 這個不是你的自由 你沒有這樣的權利 將別人的東西來起底 你起底就只有一個原因的 就是 就是 你是 可能 是 煽動人去 去做一個 對 對 我來講 有一種 煽動人來去攻擊我 也都是在哪個地方來找我 這個 這個都可以構成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罪行 那當然在公眾場所裡面 要煽動他人去用武力那些 Section 17b 2 那個就是 一條明確的條例 但是這個煽動他人 有仇恨 什麼都好 都是一個罪 那些黃山又會說 何君堯 你不是那天的集會 不是要做這些事情 Cut 2 是不是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不是那件事 但是我們對這個 這個港獨的 是疾惡如首 因為這個叛國的行為 將香港的領土 是要成為這個 中國的領土的 分割了中國領土 這個肯定是叛國 還有這個 可以說是 你是 It's an act of war Decoration of war 你要宣戰的了 所以這件事不是開玩笑 就是 千萬不要亂說討論 討論都一定要很嚴謹 當然也有些官方的意見 就說 根本沒有討論空間 所以 在這個問題上 大家一定要拿捏得清楚 年輕人不要鬥氣 這些不能夠拿來開玩笑 和鬥氣 你負擔不起 你承受不起 何苦都要做這些事情 這些 你血氣方剛 不如去打球 血氣方剛 不如去游一下水 血氣方剛 不如去倒一下垃圾 這樣就會更加有利於社會 是不是 血氣方剛 你還可以做一下 做一下其他的事情 但是千萬不要搞港獨 Whatever you do 不要搞港獨 不要搞港獨 這個是沒有tick to的 OK 今天講了這麼多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撥亂反正 我們一定要繼續 越做越勝 撥亂反正 破格求變之事 不忘格走大耀廷 晚安 各位拜拜 拜拜